索契司機,駕駛的士撞入地盤 42歲的的士司機,撞車後沒有受傷,還在出鼻 昨天凌晨,他駛到觀塘協和街時,失控產上行人路 撞在地盤外面的公子鐵字停下 警員見他神之迷糊,在他身上找到小娘契仔 懷疑他索契後駕駛車,將他拘捕 還要警員扶著上警車 今年頭6個月有37宗約後駕駛被捕的個案 一個29歲的士司機,更在年初先後兩次索契開車 被法庭重判入獄年半,停牌兩年 當局建議修例打擊約後駕駛 警方如果發現司機目光呆滯,神志不清,被有粉末 便可以要求他們回警署,接受20至30分鐘行為測試 通過不到便要提供血液或尿液樣本 同時亦建議法則要和走後駕駛看齊 最高監禁三年 有關於電視線 有關於電視線 dobrze 1,0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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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